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转眼进入12月份了啊 美国这边还是个长周末 感恩节 大家都在吃喝玩乐 我们今天啊 跟大家交流一下啊 做一个直播 聊一聊这个热点话题啊 陈世杰你好 第一个啊 陈世杰你吃上火鸡 我看国内的热点话题 可能就是广东的某一个地方啊 好像是又是这个殡葬改革 不得法 好像建一些火葬场 当地老百姓迷信啊 都不愿意火葬场建在自己的家乡 所以老百姓暴动了 我看这个烧的这个 拦截这个警察的车 烧车呀 非常激烈 比香港的勇武派 那勇敢多了 香港勇武派 跟这个广东的这个 这个农民 这个 暴乱一比的话 那简直太小绵羊了 太温柔了 今天第二 一番小提琴你好 哈哈 瓦一令你好 哎 向警发你好 哈哈 老向你们不睡觉啊 哈哈 你们都在美国吗 看来是 哎 好玩 我我原来讲过啊 这个殡葬改革啊 看来中央没听进去 呃 其实这个火化 你看现在建这个火化厂啊 建的哪儿 哪儿的老百姓都不高兴啊 都不愿意 觉得这是晦气 污染环境 而且这个 确实这个尸体 遗体的这个火化 是非常污染环境的啊 好像当地的居民 如果旁边就是建了一个火葬场的话 大家觉得这个鬼魂不散 其实唯物主义者不信鬼魂啊 一烧有机物 全部变成二氧化碳和水跑掉了 哎 无机物变成骨灰 哎 你带回家 那那 哎 那你说老百姓怕什么 哎 老百姓真的怕 呃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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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灰的火化呀 啊 绝对是老民上在 有百害而无一利 没有任何 有利的东西 你首先你浪费能源 你得用染料把它烧掉 污染了环境 燃烧不完全 污染了环境 啊 这个是不应该的啊 其实 还不如人家西藏人的那个天藏 啊 西藏人这个 人死了之后 好好的洗个澡 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请这个专业的这个 把尸体砍成 好多小碎块啊 扔到这个 一个人见不着的地方 呃 一个悬崖峭壁上 让老鹰来把它吃掉 就把人的肉体 被老鹰 吃了 变 飞上天 这是一种比较神圣的 比较干净的方法 你仔细想 也确实 这个是最环保的 不污染任何环境 而且作为死者的家人来讲呢 感觉到自己的亲人走了 真的是随着老鹰 上了天啊 这种感觉很好啊 呃 所以说这个方式比较好 当然这个说实在的呢 呃 这个加工的过程比较残酷啊 这又多出一个行业来 就把尸体打些挖块的那个啊 懂解剖学的啊 这个包丁解牛这种人 把人的尸体给剪成块 然后把它卖掉 呃 藏族是这样的啊 藏族是普遍用这个方法 这叫天藏 咱们中央人从来没有用这个办法 中央人呢 那个觉得 还是要保持一个完事比较好 自古以来我们是挖个坑 啊 弄一个棺材 没有钱的弄一个劣质的棺材 把它埋入地下 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地点呢 啊 属于自己啊 自己花钱买的 或者放自己的土地啊 或者是啊 集体的墓园 然后逢年过节啊 一年有好几个节日啊 鬼要过节的 啊 那么后人呢 可以有一个平调之处 去烧个纸啊 给他们啊 弄点好吃的呀 对吧 呃 这是咱们中原人的这个祭奠 和和这个什么 一直这个东西维持到共产党的建政的早期 共产党终于啊 唯物主义者终于捅刀子了 下决心要把这个东西废掉 他是为了接损农地吧 呃 这个在民间受到了很大的抵制 为此毛泽东曾经呃 带个头 说我死了之后殡葬改革 不占一份土地 把我火花了 我们这是老毛自己说的啊 当着中央领导的面 大家也也也就看着老毛干 结果老毛死之后 华国锋上来之后呢 华国锋作为一个孝子啊 他不能够 他觉得 哎 他还是违背了老毛的意思 就建了人民大会堂 现在毛的那个尸体 啊 简称毛腊肉 还摆在这个天文广场的最显眼的地方 那个毛毛主席纪念堂里边 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段子 是北京有三个人 有三个队 排的最最长的 每天都有 一个队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纪念堂 都要看那个 全国各地来的那些愚昧的农民啊 都要去瞻仰一些毛衣荣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还有一些全国各地有不服气的 啊 觉得受的冤枉上访的啊 排在这个 有一个叫 中央有一个叫上访 接待上访的地方 什么上访局 还是上访什么的 这是第二个队 这就是全国人民有很多不服的 受了冤枉 嗯就是当地政府没有办法给他主持公道 所以他们到中央去上访 这是第二第二个队 每天都有很长队在那排着 第三个队呢 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每天都有几百人上千人在那等着排队 拿签证 要到美国来 所以有北京有三个排三个队 所以一个代表着过去 就是老毛的那个 老毛的那个建议堂 一个代表着现在 就是信访办 一个代表着未来 那就是美国大使馆 这是个笑话 回到说这个殡葬改革 所以说这个燃烧尸体 是最缺德的 污染环境浪费能源 然后处理不好跟人民的 这个火葬场周围的人民的关系 人民觉得晦气 我他妈你住在一个火葬场边上 房地产肯定跌价 没有人愿意在那买房子 也没有人到那盖房子 这个这个这个火葬场是讨人闲的一个东西 其次呢是天葬 比天葬差一点的浪费点农地的 就是咱们中原人 自古以来的那个传统 就是要埋掉 有一个建一个坟 其实这个传统 你看这个老毛有纪念堂 老毛的家乡还有一个墓园 其他人什么华国锋 胡耀邦都有 连赵紫阳都弄了一个最简陋的 在通县在哪个郊区弄了一个 这是中国人 就觉得这个人死的时候 虽然死了 从纯粹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义毛泽东思想 讲到的讲的 人死就完大了 没有任何灵魂 没有事就完了嘛 那不重要了啊 但是几千年来文化传统 总觉得有些东西还在那 没有走 所以有的时候 要给他建一个衣罐种 虽然尸体要不回来了 自古以来还给他建 把他的衣服啊 把他用品啊 收集起来买一个 再做一个坟 这叫衣罐种 就感觉他的灵魂还在那儿 没走 没死了 就这个意思啊 这是文化上的东西 共产党这些土匪啊 他这个无神论嘛 他不敬畏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 不仅仅是广东了 广东人民那个地方 可能是性 这个有造反传统 就是就把就把武警给打了 就造反了 其他地方 河南山东河北也都有 也都有 也都有这个 强行在你家周围 给你建一个火葬场 或者做一个尸体分烧 这个发电厂 那老百姓只好忍着嘛 所以 这个这个 你问老百姓同意不同意 当然不同意啊 问题是中共的决策 不需要老百姓同意嘛 总而言之 言人总之 我提出来那个方案啊 是最好的 其实所有的这些 这个天葬也好啊 火化也好啊 他把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个生物信息 给破坏掉了 江老你好 这是那个DNA给销毁了 让鸟吃了 DNA不见了啊 消化了 或者被火烧掉了 DNA化学结构彻底变了 烧成了二氧化碳和水 就就没了啊 这个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破坏 尤其是在现代的 分子生物学的时代 在这个 转机马上就要成为 临床实践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话 这个应该想办法 人死了之后 尸体要保存一块样本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后代 他的后代子孙 说不定几十年 几百年之后 他的后代子孙 需要用你的DNA这个信息 咱们现在像我们 我们你和我 包括听众 我们要想找我们的先辈 爷爷辈 在网上推的话 肯定没有DNA了 他就没这个传统 没这个概念 那个时候没有发明DNA呢 但是从现在开始 应该从小就应该灌输这个思想 就是说你的前辈 你的前辈 你的直系 这个DNA的信息 应该保存 他将来有非常重要的 医学用途 主要是对你自己 对你的直系亲属 有非常重要的 这个参考价值 而保存他的成本 有非常低 就我有个想法 就是把人死之后 把这个人做成砖的 因为这个蛋白质 是很好的纤维 把这个骨头和肉 拐上去就用高压 把它挤 挤成一个放光 方方正正的 可以做成建筑材料的这个东西 将来可以修墙 砌个墙 把这个你先背的肉体 把它抽干了之后 很硬 强度很好 不必水泥砖擦 因为把水分全部抽干 把它这个用这个高压 把它放在这 你平时没有任何用处 你的后代将来有一天 说不定你的曾孙子得了病了 一生出来就病得泱泱的 马上掉出来 跌一擦 就能找出些东西来 也许就能找到一个基因 在你的世事代 在咱们周则流传 那就可以定点的做 做这个基因治疗 基因治疗 这个技环保 最主要的是保留了 这个DNA的信息 这个我们现在信息时代 我们现在信息时代 需要这些东西 这个北京男人 喜欢胖女人 我怎么着 我怎么得罪你了 我怎么得罪你 你上来就骂 不好啊 在美国大过节的 搬手再把它干掉 搬手把它拉走 这种人 基本礼貌都不懂 江亮你好 这个 做直播呀 我他妈在这耽误时间 跟你们聊天啊 这是我的一点奉献 你要不爱听的话 你就走就行了吗 你在这骂人干什么呀 这个 这是自从光贵以来啊 把这个 人民当中的邪恶之徒 都给激活了 这人上来一羞辱人 侮辱人啊 为乐事啊 这个其实给自己造孽的 江亮他的后半生 一定会得各种慢性病啊 说不定夭折都有可能啊 美国过节啊 我不应该说一些 太不好听的话啊 不要不要挑逗我的底线 搬手 搬手 赶快把骂人呢 给他轻走 把他永远拉黑 这个比较有趣的呢 我想可能还是这个 王立强这个 判谍案啊 王立强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效应正在发酵 继续发酵 澳大利亚呢 有一个 所谓 他们的反间谍机构吧 就出了一份意见 说这个王立强啊 这个没有什么价值 对我澳大利亚 我上一个视频 大体要讲了一下 没什么价值 这个人也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低级 very very low level 这个spy 非常低的一个 但是这个话是这样的 我们要跳出这个 他从澳大利亚的立场 来讲的话 有他的道理啊 因为他把这个事情 吵得这么大 他相当于一个爆破通 点来之后 在全世界发酵 尤其是在台湾 在香港 在美国都有效应 在中国大陆跟蒙说了 这这这中国大陆 这是等于是 弄一个火棍子 戳到了习近平的 屁眼里去了 习近平难受的不得了 又说不出口啊 已经开始抓人了 就是我们预估 台湾如果草的失控的话呢 那么中共可能会 抓几个台湾特务 听说抓了 以这个香港暴乱的名义 抓了抓了这个外国人 这个是有的还是 虽然是外国国籍 但是是台湾出生的 大概他们推测是台湾间谍 那这个会有报复啊 虽然官方中中国官方的 黄金时报 表面上是把这个向心 这个两口子啊 给放弃了 就开始开始说他们的坏话 首先说他们不是特务 绝对不是我们特务 第二就是一个普通商人 第三 他们也就是在大陆胡搞 掺漏了很多金融骗局 自己也被人家骗了很多钱 他还倒还没说向心 在中国大陆骗别人的钱 他只是说参与了一些金融骗局 损失了 这就开始这个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啊 但这个向心这个人确实 应该是背景很复杂 非常复杂这个人啊 这个你搜是官方的资料 搜不到多少资料 只能搜出来他是周家华的秘书 那么周家华当时 用他做秘书的时候 周家华是国务院副总理 那么国务院副总理他的总理是朱镕基 他这个副总理是干什么的呢 他这个副总理就是负责给别人开发票的 对不起 开支票的 就是给这些特务机构啊 开钱的嘛 所以你想想他什么人啊 所以这个向心不得了啊 现在向心仍然被台湾扣押 澳大利亚觉得惹了个麻烦 这一下把中国给得罪了 那么澳大利亚现在就在想尽一切办法 试图把自己的责任啊 说得最轻 就是迎合一点中国的说法 然后把这个 王立强呢 说成是一个骗子啊 没说骗子啊 说成是一个 没有什么情报价值的人啊 中国大陆说他是骗子啊 澳大利亚没说他是骗子啊 只是说他的情报价值不大 很小啊 就说他 very very low level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给自己 想办法跟中国政府恢复个 事儿办完了 已经办成这个样了 王立强 而且我判断啊 王立强 99% 最终会拿到澳大利亚的批护 就是他不太可能被 遣返回中国啊 不太可能 不管你怎么说他 你可以把他说的不堪 说他是骗子也好 骗子的平方 立方都可以啊 但是王立强 不太可能被中国 被中国大陆给要回去 这个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这个基础上 王立强肯定会留在澳洲 既然有这个底线的话 我想你就臭他吧 把他说的越不堪越好 越不堪 习近平心里越舒服一点 这样的话呢 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 这个愤恨会减轻 所以澳大利亚的媒体就开始啊 就主要是没夺啊 邓文迪他老前夫的媒体啊 就是在每日电讯报 和他的这个叫sky news sky news 就是星空电视吧 他们的媒体在吵 因为因为这个莫多克 就是邓文迪的老公 在中国在香港 有大量的利益 他当然得看着 共产党的脸色形式 而一开始捅出来 把这个王立强 这个消息捅出来 那些媒体 那些人在大陆 我判断啊 应该没有利益 如果有利益 他也不会轻易的报 大家知道这个利益 是怎么运作的吗 那帮人把 把这个 这个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台湾炸了锅了 那些人抽身了啊 那么什么60分钟啊 the age啊 或者是 呃 这些这些都走了 那么第二波 澳洲的媒体就来了 就是邓文迪的前夫的 这些人的媒体啊 一个就是这个 啊 daily telegraph 是每日电讯报啊 我原来都不知道 每日电讯报 原来在澳洲还有发行啊 我以为就是个英国的个报纸啊 原来原来澳洲也有 这应该是个小报啊 啊 有人说他是向北京晚报 没有 比北京晚报的档次还要低啊 他是一个更低级的一个 喜欢夸大其词 喜欢捕风捉影啊 喜欢就是因为读的人都是下层人民吧 下层人民 就是理解力比较差 只看标题的 没时间看戏文的 这种人 他不是个严肃的报纸啊 他喜欢讲报道这些 捕风捉影啊 夸大其词啊 吹牛逼啊 这种啊 你说他完全不对吧 他也有一点啊 八字有一有一品 他喜欢报这个 所以王立强的这个新闻 被第二波的澳洲的媒体报道 就是这么报道 包括那个什么 有一个叫什么 澳大利亚人报啊 叫在澳大利亚人 是吧 叫什么啊 主要是他那个星空电视了 我看了一下 还在喝着呢 没喝完 一直没停 你们喝酒了吗 咱们下面呢 给大家讲讲台湾挖到了新东西啊 台湾实际上 已经挖出来 这个王立强啊 我们过去认为王立强没有去过台湾啊 那个是 以王立强这个名字 没有去台湾 查了 没有 王立强这个名字的 但是王立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不叫王立强 原来不就说吗 王立强这个名字是假的化名 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黄立新 不姓王 也没有一个墙 中间例子是对的 叫黄立新 黄立新 新呢就是那个欣赏啊 欣赏的新 欢欣的新 这个有人爆料啊 说王立强化名黄立新 去过台湾 而且一去台湾 他接触的谁 吓死你 知道吗 他接触谁给他接头啊 是一个北京的女人 女企业家 是一个相当于中共 下面不有八个花瓶党吗 某一个花瓶党的领导人啊 就是这个党 那个人 那个人是一个北京女的 嫁给了一个台湾老公 那个人到台湾 直接就在那窝点 就来听听看啊 看看台湾的媒体怎么报的啊 在43天的时候 然后请教是王浩宇 这高 王立强的确有确切消息 来过台湾 你的朋友还见过他 这个消息可靠吗 对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台商 就是他是在大陆工作 然后在台湾就是台湾大陆往来 那他看到这个照片 他就吓到了 他这个人我认识 然后那天晚上他就瞬间打电话给我说 哎浩宇这个人我认识 跟我们之前讲的一个案子有关 等下我继续讲下去 他说这个朋友呢 他遇到这个所谓的 他自称是黄立新的这个画家 总共三次 总共见了三次 第一次是去年5月的时候 在我们桃园的一个书画展 这个呢 这个黄立新就在那边 你说他是画家 然后在台湾交流一起吃东西一起喝茶 第二次他在北京参加了一个 第二次在北京 书画创作协会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遇到他 所以第二次他在北京遇到 他也说他自己是黄立新 没有说自己是黄立强 那第三次是去年选前的时候 他们又办了一个 类似这种书画交流的一个查会 他又出现了 所以总共他遇到他三次 那事实上这个中国民族书画交流协会 这个还蛮奇怪 他是民协 也就是中国一个第三政党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民协交流协会 其实在台湾其实是有人的哦 他的一个主负责人 主任叫做韩方 公伟叫韩方 韩方 韩方是中国大陆人 应该也是特务了 民族书画冲作交流 OK 那为什么叫民协 其实中国跟台湾 所以他是登记在中国还是登记在台湾 登记在中国 中国其实除了共产党之外 还有很多的政党 民协就是其中一个小党哦 一个民主党派 哦是一个小党啊 对那这个这个角党 他就在做这个两岸交流 好玩的地方就是他在台湾的工委 也就是韩方的老公 就是国民党20权的党代表 而且是高雄市的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 他们夫妇跟韩国瑜的关系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地步呢 据我所知韩国瑜出访 比如说厦门之前 很多的行程都是他安排的哦 甚至是韩国瑜 你说韩国瑜没拿钱谁信呢 来台湾这个观光的行程 这个时候呢 这个韩方的公序就是安排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包括这个书画交流协会等等 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哦 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中国的这些共谍来台湾 他并不是共谍的身份啊 他可能说他是书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吧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啊 如果是这个消息是真的最终核实的话 那一下就就就就就就抓到这个韩国瑜了 那韩国瑜这个跟韩国瑜过往从地的人 都是跟这个匪谍一直是来往嘛 当然这个消息实际上没有 我看着像像这个还没有最终核实的 应该去核实 我建议台湾的这个情治单位啊 应该把这事核实一下 你找这个王立强去核实一下 王立强啊 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叫黄立新呢 对不对 那那那那对吧 这不是很这个是很容易做的了 也许已经核实过了 按说的话呢 如果没核实 贸然的就上电视谈这个东西呢 略微有点啊 有点猛啊 这个这个等于是有点猛啊 这个应该从这个负责任脚的 这个都涉及到国家安全 这是讲匪谍呢 很很很 这个很严肃的啊 应该是核实了之后再讲才比较好 我支持老郭什么呀 我支持老郭操你娘啊 能能这么支持老郭吗 老郭现在天天在骂人 这样的人怎么能能支持啊 而这骂的莫名其妙 不过他现在跟这个 呃 龚小夏 呃 搞上了啊 两个人打起来了 有他有他好吃的 我在看热闹呢 我觉得挺好 我给大家放一放 这个小子讲到我了啊 我给大家放一段啊 郭文贵是昨天还是前天 反正是节日期间 这个狗操的也有这个心情 讲啊 主要是骂这个龚小夏 我话卡把把龚小夏给骂的了 简直是啊 呃 也一般人想象不出来 这个龚小夏会这样的人啊 呃 那当然对我来说 倒没有什么新闻 主要其中有一段啊 提到了龚小夏 提到了赵延 提到了李洪宽 还造谣说李洪宽 到什么考验店那儿 拿这个砸锅经费 啊 操操巴里 呵呵呵呵 啊 真的吗 这个可笑啊 呃 龚小夏这个人呢 我们当然是 我们当然是非常熟悉的啊 呃 郭瑶讲的那些东西呢 从从这个侮辱妇女啊 这个角度来讲 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是不能够 不能够那么说的啊 呃 因为龚小夏呀 是他惹不起的人啊 龚小夏要是动起来的话啊 那把郭瑶放倒 那是绝对不在话下 呵呵呵呵 大家看笑话吧 看吧 有有他吃不了兜着走的 嗯 因为龚小夏 郭瑶会造谣吧 郭瑶会造谣 他没有赵延会造谣 那么赵延会造谣 只是在很低的层次上 就是给那个社会下酒流 最烂的那些人 呵呵呵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档次比较低的人吧 没有什么建设能力 没什么文化的人 那个赵延在那漫不丢丢的啊 这给你给你造谣 能骗人 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呢 能看着赵延赵延这个骗的人 龚小夏 龚小夏也是造谣专家 龚小夏要是造谣 他能够给美国议员去去造谣 他能够给美国的法官去造谣 他造出来之后 法官还能够信 这就是郭文贵吃不了 都是走的地方 知道吗 呵呵呵 我不举 我就不举更多的新的例子 大家能从这个 大家能从这个 美国之音419断波门事件 龚小夏个人的立场 就能看出来 龚小夏是个什么人吧 对吧 那个美国之音的断波门呢 他在真正的原因 现在官方都不敢说啊 官方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向社会公布 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美国之音之所以断波 就是因为 有没有中国的压力 当然有嘛 这个咱不排除啊 那么美国之音 有没有屈服于中国的 政府的压力呢 没有 这个有大量证据证明 所以第一 中国政府对美国之音有压力 一定说要让这个骗子 郭文贵去在那直播上 要相信中国政府是有点着急 中国政府动用了外交部 动用了这个大使馆 给美国之音施压 有没有 有 yes or no yes 这是第一 这个我们不争论 这是第一 第二 美国之音在中国政府的压力面前 有没有这个弯了腰啊 有没有下会啊 有没有屈服啊 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 他也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啊 他毕竟是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 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喉舌 向全世界发现 那怎么可能受一个土匪政权 中共政权的这个一施压就屈服呢 绝无可能 所以这个也不要增了 没有没有 我们在我们既然广告说了 三小时播 播 这是这是第二第二个点啊 第三点 第三点才是真正的啊 这个李永宽讲的 到现在都没有多少人敢 跟着李永宽那个讲 这是真相啊 就是播到一个小时 播到七十多分钟的时候 美国之音的技术人一听 我靠这家什么玩意儿这是 什么 什么啊 这个习近平啊 通过傅老三让 给给给他们郭文贵啊 传话 让他调查王岐山 这你妈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忌 俗话讲 你造谣八字得有一撇 对不对 那个郭文贵放出那一撇 就他妈的寒昏不清的一个电话录音 这个从新闻主管 如果我是新闻主管的话 我也得叫停啊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 这个这个要让他们计算告我们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说呀 我们丢人啊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郭文贵讲的是对的 假的嘛 一听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一听 郭文贵他妈的满嘴跑口车 胡鸡巴胡鸡巴乱扯 所以出于新闻道德 得一种啊 一种顿悟也好啊 一种忽然感觉到不能这么报新闻啊 咱毕竟是个新闻节目啊 咱这不是个娱乐台啊 如果娱乐台的话 你可以讽刺挖苦造谣都可以 我不是举个吗 纽约有一个叫星期六啊 星期六晚上直播 Saturday Night Live 我看了十几年 我最喜欢那个节目 每天都是讽刺美国的政治 尤其是讽刺美国总统 他总能找的一个演员 跟他妈总统长得很像 而且经过精心的这个这个磨练啊 他讲话的腔调都跟总统一样 他那臭总统 这个节目好得很 那人家是娱乐嘛 这是玩嘛 是艺术创作 这个没问题 你郭文贵是一爆料 一吹哨人 一他妈的爆料人面目 一用这个 这个啊 用这个红雅下的讲是 21世纪迄今最伟大的 最重要的新闻事件 一报新闻的这个姿态出现 你报的是假的 不能核实 不能证明的东西 这就是骗局啊 这美国人绝对不敢担这个担子 这个是等于是他自己的这个立台之本 他的 Constitution 他的Constitution里面 就是他这个宪章里面 这个这个组织的宪章里面 一定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这个是没什么好讲的啊 所以他意识到 郭文贵讲的东西和自己的新闻的真实性 行业的基本道德相违背 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拉砸 这好拉砸 实际上后来才知道 现在公小夏都不想承认 就想赖掉的一个事就是 实际上人家头一天 4月18号的时候 美国之间的高层啊 管理层和高层就开了会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咱们只能给他一小时直播啊 后面两个小时还播 但是呢我们录播啊 我们录播不是直播啊 就是18号已经做了个决定 公小夏参见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不同意跟人家吵起来了 吵了半天他自己也说 我最后心脏病都发作了 我心脏我这个会不能开了 我心我心脏病 以这个形式退出了这个心脏 这个这个会议 所以他就 但是这个改成一小时 公小夏知道不知道 他当然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吧 他故意不跟别人讲 他不跟郭文贵讲 他也没有跟他 估计他也没有跟他的同事 什么东方啊 李肃啊 也没跟他们讲 啊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这个 就就就就这么个结局 啊 那么等于是公小夏绝对不老实 郭文贵有私心在里边 啊 你说他这个私心图什么 也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说他要说 真正说跟 呃 郭文贵讲说 老郭呀 咱们原来讲好的三小时啊 台里台里变卦了 说改成一小时直播 两小时录播 行不行 我估计郭文贵 以郭文贵那个牛逼劲啊 可能不行 私会合同 你们私会合同 我私会合同 不干了 取消 可能是 那就是前功尽弃嘛 所以公小夏应该是充分感觉 和意识到了这个前景 他不愿意把这个事 做成了一半 相当于生理煮成熟饭了 啊 煮熟的鸭子人飞了吗 那公小夏是很想做这个事 公小夏由于他的无知 由于他的新闻素养啊 不及格 那么他在不该坚持的上面 坚持了 最后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啊 他逞强了郭腰 最后导致断部门发生 啊 那么郭腰鲍德大名 哇靠 这个 郭腰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名气 就是这个事 一下就上来了 公小夏自己在中间 处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一个位置上 如果说他一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不知道郭文贵讲的全是胡说八道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 但是如果他承认郭文贵是个骗子 啊 说的全是战略性谎言 造的谣 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所有的追处的东西 他坚持的东西 他努力的东西 都是假的 都是一种羞辱 他不愿意面对 所以他就改成什么呢 改成死保这个骗子 他觉得郭文贵是个新闻人物 郭文贵爆料是对的 是大事 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一个战士 这他妈这就越陷越越深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那个那个那个真是最终要把他淹死 所以他他在这个无底洞里面 郭文贵在这个谎言的无底洞里挣扎了两年半 终于 终于最近啊 终于跟郭腰撕破脸了 这个撕破脸了 这个撕破脸的过程也经过两个多月 实际上是9月19号 9月18号还是19号啊 还是我给他帮了个忙啊 他自己想他就意识到跟郭文贵这没什么好果子事钱他妈也搞不到 他还拿我的钱去法治基金是骗捐啊 我一分钱搞不到啊 所以他就通过赵岩 他把一个消息告诉赵岩 让让赵岩给他爆出来 赵岩就没给他爆 赵岩那小子滑头啊 赵岩不敢得罪郭文贵 这小蚂蚁插死他 小蚂蚁不看他的视频 他那赵岩的频道就废掉了 他老拉着卫星层也没用 没人看 所以赵岩是不愿意跟小蚂蚁闹翻的 赵岩就没有给公安下报这个料 那赵岩就找了一个中间的朋友 我跟赵岩有很多互相认识的人啊 这个大家招敌啊 就找了这么几个人过来跟林伯说 求林伯说 你给小夏报一报吧 帮个忙报一报 我也拖了好几天 做了研究 最后核实了个消息之后 我给他报出来在推特上 就说龚小夏脱离了 已经从这个法治基金辞职了 这是我李永康第一个报的啊 这个是我反复讲的 消息来源是赵岩 赵岩的消息来源是龚小夏 就这么简单啊 至于说其他的那么一号那个傻逼 说造谣说什么 呃这个这个纠装啊 这个庄烈红 那扯淡啊 没有八字没钱 没有人一个人承认啊 人家人家曾宏后来还 套了这个龚小夏的情报 都套出来 是基本上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消息来源是龚小夏 告诉了赵岩 赵岩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告诉了李永康 知道吗 是这么个消息来 和和这个庄烈红 没有任何关系 庄呢 庄烈红是一个傻子 啊 昨天郭文贵就给庄烈红 又把庄烈红给卖了 把庄烈红喂了一点屎 说这个庄烈红啊 你去骂一骂李永康 你去骂一骂什么龚小夏 他是他骂龚小夏有道理 他们俩都是战友嘛 他骂李永康一点毛没关系 我跟你 我跟你庄烈红没有任何关系啊 庄烈红纯是一个傻逼啊 咱这个 我我听说他在做一个节目 骂了我 我懒得看 他妈太他妈弱智了 那个是 这个一号这个傻逼造了谣 他可能还挺得意了 一号可能造了谣啊 一号可能觉得 哇擦我他妈的挑拨了 郭文贵 跟这个庄烈红出来 这一号得意 真正造谣的是一号 后来注意啊 后来关键是 赵岩呢 也顺着一号的那个谣呢 也往那靠 他也说庄烈红怎么怎么着 他也骂人家庄烈红 显着好像是怎么怎么着 实际真实的 这个这个这个龚小夏 脱离法治基金 这个消息来源是 龚小夏告诉赵岩 赵岩告诉了张三李四王五 张三李四王五 又告诉了李洪宽 是这么个渠道 这个是真实的啊 你如果不信 就是你智商有问题啊 这个我说给郭文贵听的啊 郭文贵已经听了 郭文贵但是他恨李洪宽 他就去挑拨 那个庄烈红 庄烈红就他当他那个枪死吧 张烈红反而也没人格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个最草根最低的 没有任何智商的一个人吧 他就活该这么个命啊 咱不值得提他啊 所以说这个龚小夏 离开法治基金的这个过程 也是斗争的 起码到现在两个多月了嘛 他是有气的 他对法治基金 从1120开始 寄予了 很高的热情 有金钱上的期望啊 而且把自己的名字 也借给这个基金会的组织用 注册的是用他的名啊 作为领事 最后他自己爆料 自己说嘛 他说我第一次看到 法治基金的报表 就是财务报表 我立即就辞职了 为什么啊 因为郭文贵承诺了一个亿 捐给法治基金 没有 骗局 然后他呢 又后来上了这个 SV跟郭文贵打官司的那个 去做了 这个接受了律师的执政 就是实际上是他配合 人家的律师的 律师说你龚小夏 你也是知情人啊 法治基金到底怎么回事啊 法治基金的钱哪来的 是共产党给的呀 还是小蚂蚁捐的呀 你还是郭文贵给了一个亿呀 你来说一下 你如实说 那你如实说 不就 不就是 就掏了这个 郭文贵的钢吗 相当于掏钢了 最现在的结论 首先第一 从这个郭文贵下讲出来的啊 作证讲出来 透出来的 第一 郭文贵一个亿肯定没捐 第一个亿不存在 就是个骗局 这是第一 第二 没几个小蚂蚁捐 那小蚂蚁捐的也很少 没有什么 没什么意义 那么第二 第三 可能有那么两笔钱 是中共转过来的 是中共让他转过来的 那就人家这个SV公司就问你啊 我们就说你是特务的 你特务得有特务经费啊 谁给你钱 刘远平给你钱是吧 北京同意的吧 要不然能怎么发 那个阿中基金还能把钱转出来呢 怎么回事啊 不是都给你 你要是共产党迫害你的话 不都给你 都给你没收冻结了吗 怎么回事啊 就是国安部给他 还给他汇钱 汇钱之后 让他在这能活着 郭文贵如果没有钱 他折腾个屁啊 没什么折腾的嘛 所以说人家SV最终是要证明 用各种证据证明 郭文贵是个特务 郭文贵在为中国政府 国家安全部在干活 国家安全部给他钱 这个就是基本的数据啊 让人家找郭小夏 找班农去作证 听说班农是基金会主席啊 那不找班农找谁啊 那郭小夏是李氏啊 而且那个法律注册文件上 是有郭小夏的名字啊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而你知道郭小夏 如实的说就行了嘛 过去 郭小夏跟郭文贵没有翻脸的时候 或者说郭文贵还没有让郭小夏 绝望的时候 那郭小夏可能会帮他圆谎 郭小夏能不能给郭文贵圆谎 能这个人这个道德底线 能他这个底线有这么低啊 所以但现在应该不会了 那如果他如实说的话 郭小夏如实说的话 那郭文贵也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啊 对不对 而且郭文贵能量大了呢 那郭小夏没事就拎这个包去国会办公室 这议员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挨个抢门 挨个我给你讲讲郭文贵的故事啊 那就那就很好嘛 最后郭小夏作证的结论是说 第一郭文贵是个特务 有人给他出特务经费 第二郭文贵跟这个中国政府导演了美国之音断博门事件 导致我郭小夏啊 就是导致我郭小夏是一个受害人啊 被美国之音迫害被开除 这都是中国政府和郭文贵联合迫害我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不服 我要打官司 我要我要这个方案 我要维权 所以是这么个这么个故事 这个故事 这故事在我看来啊 我不表态了啊 我就乐见他们两家去证明这个故事 或者推翻这个故事 有人会听这个故事啊 这真是斗争吗 有人需要这个故事啊 你郭文贵你活去活了那是你的事 咱们现在看一段这个郭文贵这个小子诽谤我的啊 这个我帮大家欣赏一下啊 欣赏一下造谣 怎么样像郭文贵这样的造谣啊 这个厉害啊 这个厉害 注意啊 正是讲到了三个 三个这个 呃 首先光贵是一个 呃 是个造谣专业后 赵岩是一个造谣专业后 龚小夏也是个造谣专业后 三个造谣专业后互相造谣 他们把李文贵给拖进来了 就说李文贵是一个呃 说有一个考验店 这个考验店呢 是一个中共的一个呃 特务窝点啊 啊 这个郭宝生存在拿钱啊 打官司啊 这个砸锅 李文贵也存在拿钱啊 这看看郭文贵这个小子是 这这个这个这 郭文贵是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谣言大师 赵岩是谣言大师 龚小夏谣言大师 他们三个人怎么样造这个李文贵 到考验店去拿钱的 我给大家放放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然后我给他 我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啊 三重的谣言大师 那是怎么样把李文贵和考验店 给联系再起来的 看看啊 是你告诉我的 北京考验店老板 是最大的间谍 是你告诉我的 北京考验店是 北京的间谍的中间站 是你告诉我的 李洪宽和赵岩 这个这个跟你说 赵岩跟你说 李洪宽也在这拿钱 是你告诉我的 郭宝生的律师费 是个考验店出的 是你告诉我的 考验店的老板 是在美国最大的间谍 那天我都还在卖安米有房子 对不对小夏 你把我当傻子呢 想让郭文贵去 跟那考验店老板斗去 你想寄管考验店是不是 看到了吧 说这个给美国政府 你看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这郭腰 看到郭腰的功力了吧 这不愧是谣言大师啊 是他妈博导机的大师啊 他就说 说就说这个事 李洪宽从考验店拿钱 说这个事他怎么说呢 他是这个歌空向龚小夏 是你告诉我的吧 当然了 你说是赵岩告诉你的 你说我现在考考大家 这个谣言的起点到底是谁呀 这是郭文贵呢 还是龚小夏呢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这个赵岩的 从传播效果来讲的话呢 当然是郭文贵是个谣言专业户啊 他这一播的话 好几十万 好几亿人都知道了 都知道我领导官从考验店拿钱啊 对吧 所以这个传谣的效率 造谣的起点 我认为啊 是郭文贵 如果如果打官司的话 这当然追到郭文贵这 郭文贵构成了诽谤 那么他嘛 他在这个视频里讲的清楚 是龚小夏告诉他的 是龚小夏告诉他的 但是讲到最后呢 他也用一种否定的口气 你以为我好耍啊 你以为你可以让我 跟那个考验店老板去斗啊 你把我看得太傻逼了吧 他又把这个给否定了 但是否定归否定 持发群众只记住了领导官到卡店 拿钱这个事 他记不住后边的人细致 他更记不住啊 这个龚小夏的消息来源 是从赵岩那儿 是赵岩这个大户有编的啊 所以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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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吧 你你追谁呀 我只能追郭文贵啊 因为郭文贵说 龚小夏告诉他 龚小夏说也不是我 我跟龚小夏跟领导官没关系 没没来往啊 那龚小夏跟赵岩是 就像哥们儿一样 像用用光贵的话来讲的话 龚小夏跟赵岩更情人一样啊 更情人一样亲热啊 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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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小夏几次替赵岩求情啊 就说龚小夏你不要这个 你你不要这个跟赵岩过不去吧 你别告他了 因为不是 光贵不是在去年春节大年初一 告了赵岩一个亿嘛 啊一千这个这个 一千万啊 告了一千万啊 这个 这郭文贵这个整个节目 对于这个龚小夏的这个 嗯 诽谤啊 污蔑啊 抹黑啊 哇靠他妈的 是 刚才我放这段是最他妈的 最干净的 只是造了一个干货的了 林文贵到高点拿拿钱 拿钱也挺好啊 那我有钱花 我也 我觉得挺好 嗯 我我我觉得这不是这么大事啊 哈哈哈哈 啊 光贵给给我给我跪下 叫三生爹啊 叫三生爹我也不信不能原谅他 三生爹 我他妈哪有这样的儿子啊 这个江江怎么老在这儿 这个什么把江江移走 呃 班首在吗 把江江这捣乱的移走 啊 大家欣赏了吗 刚才 三个谣言大师 郭文贵造谣的啊 这个是他妈的 博导级的造谣的 赵岩也是博导级的造谣的 龚小夏也是谣言大师 那这郭小夏也是撒谎 完全不眨眼 他能够 郭小夏毕竟比他们俩聪明 是他们博士嘛 呃 龚小夏要是想编个谣的话呢 他能够认认真真的编的 呃 就是 他是考他的谣言是给比较高的层次 是给班农听的啊 是给美国法院的法官听的 这个不一样 像这个赵岩啊 呃 像这个呃 这个郭文贵这样的啊 呃 他们就到不了这个层次啊 因为造谣啊 也是一门艺术啊 呃 这个这个如果是按分数比 如果是龚小夏造谣 按难度比的话呢 如果龚小夏造谣的难度是100分的话呢 郭瑶这个造谣水平大概得打80分 也很厉害啊 你看一般的这些郭瑶粉这些傻逼 听了刚才这个光贵造谣这段 利益就知道李永宽从海里拿钱 绝对百分百的就相信了 你知道吧 呃 所以他这个郭瑶造谣可以打75到80分 赵岩造谣的话可以打60分 赵岩造谣就是给那个档次最低的 那种基本上没文化的人听的啊 直接造谣李永宽从从从从他们光啊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欠他5000块钱搞费啊 就是扯鸡八蛋 扯鸡八蛋 谁有班手 台媒台湾媒体水平很低 报过 还报 没有几家报 大概只有那个自由时报在报吧 台湾是可能是 我很少看台湾的报纸 小蚂蚁砸曹长青 曹长青应该是已经躲了吧 曹长青现在基本上既不挺锅啊 也不砸锅了 他知道郭瑶不好对付了知道惹了个大麻烦 他可能想啊这个能够温柔的脱身吧啊 他就好歹不沾因为好歹不沾是个最佳的策略啊 一般人就是好歹不沾管你这个郭文贵怎么骂啊 你骂的越狠我越装听不听不见啊那那就没办法了那就郭文贵骂两句他也就 他也觉得无聊了嘛他就不骂了哎就是找新的兴奋点吧 再去蹭其他热点啊 郭文贵可以蹭一蹭这个台湾的这个间谍门啊啊 可以蹭蹭这个这个彭文正被民进党炒了炒了鱿鱼啊 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沾锅必倒霉啊 沾锅必倒霉啊 王立强这个事我不知道曹川青啊不知道有没有炒作啊 这可以炒点这儿吧 王立强这个背景复杂着了太复杂了 我靠这涉及到中国的情报机关 中国的特务是涉及到业家 啊涉及到这个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啊大政方政 因为习近平内心里也是想把台湾给收回的 要打这一仗用武力的办法把台湾给收回来 这在习近平的这个考虑考虑的范围之内 所以台湾这边派间谍啊渗透啊 习近平是应该是是是支持的 啊搞点钱从这个思路搞点钱是比较容易的啊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向心到底是跟习近平 是是习近平这条线上直接领导呢 还是另外的啊就是江家的那条线啊 或者是叶山或者是叶家的这个这个这个这条线不知道啊 现在很多东西很神秘啊需要台湾好好的挖一挖啊 台湾的记者你可以你花那么大的力气内斗啊 你不如挖一挖这共产党的东西啊这个这个有意思 澳洲已经非常漂亮的完成了这个五眼联盟交差的任务 在中美经贸摩擦啊那么就给其他的小国 像澳洲啊加拿大啊或者是这个主要是欧洲吧 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啊 很多很多生意就跟那边做了啊 所以看看川普啊也是川普现在就大家能感觉到吧 川普现在这个贸易战打的啊 他就是感觉到有点吃力了 虽然说这个还是很坚定啊 但是有点吃力 那么他就感觉到搞不定中国 尤其在经济上 要想把经济上把它掐死 有点难度 那么他可能在考虑用别的牌 想办法用把台湾这个牌打起来 香港的牌打得很漂亮啊 一到现在打得非常好啊 那么台湾这个牌再打起来的话 台湾香港这两把刀子啊 就是刺路新平心脏的两把刀子 这个也很有用 那么澳洲这个把王立强这个事给弄起来 吵得这么大啊 这这就是这就是你能想象 这是符合美国利益啊 符合美国利益啊 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 就是符合这个能够把台湾通共 这个媚共啊 接受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啊 这个精神上向共产党投降 把这个势头给遏制一下啊 也许能救了台湾 真正让台湾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们制度的最大的敌人 只有灭共 真的是帮助大陆的中国人灭了共 台湾才有永久的和平和安全 否则的话 共产党出来一个都是野心家 都想拿下台湾 他都想扬名例外 那你怎么整啊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像这个象星啊 这个故事啊太真切了 我们看这是真的啊 就就好像在眼前的电影一样 这就是真事 人家就在台台湾的豪华区买了好几个大楼 买了房子在那 都是大陆人住在里边啊 在那真的搞情报工作啊 搞破坏也好搞网络也好啊 真事啊这是啊 所以将来这个如果美国犯一个稍微犯一点小错误啊 对台湾问题立场表达不清楚啊 鼓励了中国最高领导人 那领导人脑袋一犯了魂就打台湾啊 一个命令下去就过去了 飞机就炸了 把台把台湾给弄下来 而台北到处都有共产党的那些那些啊 亲共的人出来举着红旗就投降了啊 迎接解放军进城了 那怎么办 太难了 那个 有很多人还对这个王立强的事他看不懂吗 啊他拼命讲王立强是个骗子 骗子又怎么着啊 他也没骗到你 第一他骗没骗到你 第二他这个骗子实际上是不可复制的 王立强这个案子啊 将来再搞一个王立强 他不太可能 因为王立强应该是通过极其特殊的渠道 那他他是个画家 碰巧 龚青喜欢学画 或者说龚青需要渗透台湾的其他的 要渗透某人 他需要用画家的身份去 拉搞社交 这是特务的一个必须的具备的一个素质 那他不会画画嘛 找一个画家教一趟 教教可能日久生情 这个可能两个人感情深了 就把很多情报一不小心告诉这个小孩了 这个小孩不是特务编制 不是间谍编制 但是间谍干的人事他都知道 那就足够了 能够说的像真的一样 他就把这个活做到今天这个样子 又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了 这个不得了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 有的时候 一个历史的改变 就是一个完全不期而的一件小事 有一个小人物 做出来的 那你怎么办呢 这是什么什么 什么翁延庆 这个什么 军情局副局长翁延庆退休 那个老先生讲啊 十大方面证明这个 王立强假的太可笑了 我一开始还没看到 我看到那个一耗子啊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剑步的天日的 蒙面鬼一耗子 全盘宣读 翁延庆的那个 十大理由说 王立强是假的 我一看 王立强肯定是真的啊 我是知道 这一耗子是怎么讲 我这从反面理解就对啊 所以这一耗子 现在还他妈不服呢 翁被统战了 翁肯定是投共了 翁延庆肯定是投共了 他退休了吗 他早退休好几十年了 他真正台湾的情报 那些东西他也不知道 他就凭着自己的想象 想当然一个老头 耐不得寂寞 出于政治目的 被动员出来 抹黑王立强 我相信他误导不了很多人 但是能把一耗子这样的傻逼 这样的弱智 一耗子啊 这样的啊 蒙面鬼 能把这傻逼给忽悠了 你知道吗 所以也有他的价值啊 翁延庆 行 请大家刷屏 咱们在一个小时要结束啊 我们还得接着喝 李一平 李一平 李一平我还没去看 我待会抽空看看 我发现江那个 江峰讲的不错啊 还讲的最好的还是江峰 江峰对于中共的这个情报系统 了如指掌啊 我佩服的不得了 江峰是厉害啊 大家多看看江峰的这个什么 鼠疫 朱瘟 反送中 贸易博弈 这都是习近平不太要对付的 可能最难的还是香港这个 香港这个这么一个局面 包括投票的结果啊 可能大大超出了习近平的想象 习近平离间不了啊 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他也没想到 美国的国会和美国总统 动作这么迅速 这么决绝 一点都不给面子啊 直接打脸啊 直接通过了法律啊 对香港问题 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了 现在就马上要制裁香港的高官 这进入美国了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可能要冻结 进美国就这个签证给吊销 这个是不得了 这是不得了的事啊 这可能习近平理解不了 我看这个中共的喉舌还在叫嚣 要他妈制裁美国 要报复美国 我到今天还没看着呢 不知道怎么报复啊 抓两个美国间谍吧 多抓几个美国间谍 枪屁啊 你看你敢吗 那才比较神呢 苏共 克格勃的历史 江峰确实是 对苏共的 特务系统 太了解了 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这个就不知道 这老兄是不是 是不是从那个原来干过还怎么着 太了解的 讲的太到到位了 讲片说韩国瑜情报 讲片是胡说八道的 讲片随便讲什么东西 你千万别信啊 讲片讲任何 如果讲片讲到了韩国瑜的话 那就是胡说八道 他是学了郭文贵那一套 郭文贵不是说 这个蓝金黄的 这个中共蓝金黄的 这个马英九吗 他不跟进了 拿点真家伙出来啊 让马英九也难堪难堪啊 扯淡吗 对不对 马英九也没人调查他呀 完全胡说八道 讲片 讲片就是骗那些 想到澳大利亚去逃亡过去的 追随他的 办假正屁的啊 或者是这个赚点钱的呀 就是他就是想骗这些人 讲片是一个骗子 讲往正啊 他也没有一点真东西 最典型的啊 呃 我讲过 这个张健死的时候 张健死的时候 张健那个行程一直是没有公布 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个行程 这个讲片就造了个谣 他说江 呃 这个这个啊 说这个 说什么张健 在泰国机场睡着了 误了飞机 他说呢 我花了点钱 请人从 泰国机场 把那个录像调出来了 他也没放 胡说八道嘛 瞎起吧 编的 啊 最后 真相大白之后 张健根本就没有在泰国机场乌鸡 所以这个讲片就是 完全胡说八道啊 这个我们有无数的例子知道 讲片是个胡说八道 这小子就是个蹭热点 混个脸熟啊 找那些中国大陆的有钱的 低智商的人啊 让他骗 这只是讲片 千万别不要上当啊 啊 一定要批判的看讲片 我一般 我一般不看讲片东西 那太胡说八道了 就是 刘刚没有消息 啊 刘刚没有消息 谢谢大家 今天是怎么到了四百人了 咱们今天这个 呃 不行啊 我还有还有好几个 别的事要去做啊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祝大家节日愉快 啊 好吃好喝 哈哈 好 借客 你好 再见 再见